12日下午,云南景谷地震灾区正后第一所板房小学在景谷县永平镇第一小学操场上建成。 这所板房希望小学可同时容纳1400多名学生。 板房希望小学由陆军第14集团军,某公民团110名官兵支援搭建, 共有24间教室,每间教室有60平方米,能满足学校1至4年级24个教学班,1457名学生的上课需求。 这些板房具备防火和抗震的综合功能,通风和降温效果良好。 接下来,该团官兵还将帮助学校搬运教学物资器材,完善附属设施建设。 永平镇第一小学共有教学楼和宿舍楼五栋,39个教学班,2263名学生。 地震发生后,两栋教学楼受损严重,学校全部停课。 据了解,这两栋教学楼重建,大约需要两年时间。 新华市记者孙敏,云南景谷报道。 新华市记者孙敏,云南景谷报道。